加勒福并購頂好超市 改裝傳market便利購卻經傳 加勒福獅子大開口 跟原本供貨給頂好的廠商 強行索要新店開幕贊助費 對廠商來講 人家原來他跟惠康 都原來開銷的費用都交給惠康 你只不過是并購換了招牌 你就要跟人家再收一次費用 沒有這個道理 業界估算以3000家供貨商來計算 加勒福旗下196家店 每間平均收5萬元的贊助費 索要金額恐高達294億元 傳出許多廠商 更已經被加勒福以這個名目 扣取附加費用 但其實新店贊助費行之有年 以營業額多寡來計算 平均每家供貨商要給10多萬 大型通路商甚至要到上千萬 但這回加勒福被質疑 只是改招牌 並沒有開新店 因此不太合理 包括台灣進出口工會 造紙 化妝品等13家工會 向公平會陳情 總會員數近3000家 也是台灣通路史上 供應商首次集體槓上 通路巨人的案例 收的費用的程度比例太高 就是跟供貨商 他本身銷售這個商品 所可以額外獲得的利潤 兩者之間顯不相當 不成比例 這個是有可能會違反公平法的 對此加勒福發書面聲明 完成收購後 全力支持頂好改裝 為了讓顧客享受更舒適的空間 投入500到1200萬元的改裝成本 目前跟供應商進行2021年度的 合約協商跟簽署事宜 如果異議可以直接跟相關人員討論 收取贊助費到底合不合理 供應商跟加勒福 雙方各說各話 記著総合報的